第六百五十九集 你们吵架了 乘客诧异地问 然后他摇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做事太偏激了 小情侣之间吵吵闹闹得很正常的 为什么要用这么极端的方式呢 你看看你们两个 叶好宣布 他现在是心急如焚了 那真是单个一分 李延新的伤就越重一分 机场距离最近的医院也要有三个小时的路程 再加上京城的拥堵 恐怕需要的时间会更久 但是李延新等不了那么久 好在半个小时以后 半空中三个黑点呼叫而来 却是三架军运直升机 快靠边停车 叶好宣一息 陈若曦总算是赶来了 司机一眼把车停在了一边 叶好宣抱着李延新奔了出去 半空中的三架直升机停在空旷的地方 然后一群白打罐拿着便携的医疗器械赶了出来 随即赶来的是京军区的部队 一辆辆军车把四周管制了起来 这司机和乘客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这一时间两人都愣在了当场 你没事吧 陈若曦匆匆忙忙地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看到叶好宣一身的血 他吓得心脏几乎要跳出来了 我没事 快 刺下他什么血型 叶好宣把李延新放到担架上 一名医生连忙拿着便携的仪器 为李延新查血型 这是李家亲亲 陈若曦诧异地看了李延新一眼 然后他有些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他知道李延新的师父是云中乌兰 可他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我跟云中彻底撕破了脸 他以这种极端的方式逼走了云中乌兰 叶好宣微微一探 我明白了 陈若曦微微地点点头 大哥 我们现在能走了吗 站在一旁的司机战战兢兢地说 他弄不清楚叶好宣到底是什么人 又是飞机又是军队的 谢谢了 若曦 派一辆直升机送这位去机场 还有这位司机师傅的车 以后挂着军牌 他们今天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叶好宣道 好的 陈若曦点点头 他马上吩咐下去 一架直升机马上启动 那名乘客目瞪口呆啊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有一天竟然会享受到砖机节送 而且这可是军机啊 这名司机吃惊也不小啊 一句话就挂上了军牌 那以后他在交警的面前 那还不横着走啊 那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哎呦 情况不好啊 这位小姐的血型是RH的血型 我们这次带来的备用血带里 没有这种血 一名医生站了起来说道 RH血型 叶好玄微微的一愣 这种血型相对而言是比较少的 一般来说紧急备用的血库 是不备用这种血型的 对 建议马上赶到金军区总院 那里的血型是相当的充足 不过现在他失血过多 恐怕 抽我的 我是RH的血 叶好玄一边说一边挽起了袖子 你受伤这么重 怎么能再抽血 陈若曦心疼地说 叶好玄现在走路都有些困难 如果抽他的血 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管不了那么多了 叶好玄摇摇头 他走上前去 一名护士拿出针管 扎入叶好玄手臂的动脉中 接上一个血带便开始抽血 叶好玄握着拳头 然后用残余的针器 让自己的血 最大程度地向针投出涌去 看着针带里 像喷泉一样喷出的血水 那名小护士吓傻了呀 他怎么也弄不明白 只是抽个血而已 怎么会喷一样的喷出来呢 很快一袋血被抽满了 小护士连忙换了一个血带 刚才那个血带被人拿去 马上为李延新书上 很快叶好玄抽血的量就够了 人体一次性最多能抽出五百毫升 但是叶好玄是个例外 小护士拿出棉签想要拔出针头 叶好玄眉头一皱到 血量不够 继续抽 可是 你的血已经是极限了呀 不能再抽了 小护士愣了愣道 没事 我能抽一千毫升的血 叶好玄缓缓缓头到 你别傻了 现在他的情况已经得到了缓解 能撑到医院了 陈若曦吃了一惊 我欠他的 叶好玄摇摇头到 继续 说 小护士犹豫了 不说继续 叶好玄大喝 无奈之下这名小护士直逮 又接上了一个血带 继续抽叶好玄的血 他一边抽一边看叶好玄的脸色 之前叶好玄受过伤 所以他的脸色本来就不太好看 这次抽多了血 他的脸色只能用惨白来形容 行了吧 不要再勉强了 陈若曦抓着叶好玄的手 只感觉到他的手冰凉 不够 再抽 叶好玄咬着牙说 足足抽了一千两百毫升的血 但叶好玄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不能再抽了 已经是极限了 陈若曦喝道 继续抽 叶好玄毫不犹豫地说 真的不能再抽了 你硬要抽的话就换个人来吧 那名小护士几乎要为吓哭了 他还没有见过这么狠的人 再抽的话就抽成人根来 啪 陈若曦一掌切在了叶好玄的脖子上 叶好玄双眼一黑倒了下去 陈若曦顺势抱住了他 他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需要好好地冷静一下 赶快为他止血 哦好好 陈若曦顺势接住了叶好玄 把他给抱在了怀里 小护士连忙点头 拔下叶好玄手臂上的针 然后为他止血 京军区总院 叶好玄醒来以后 就一直守在李延新的病床前 一动也没有动过 李延新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严重的 尽管及时输了血 但是由于他失血实在是太多 所以这三天以来 一直是处于昏迷的状态 看着他苍白的面容上 依然没有一丝血色 叶好玄就感觉到一阵揪心 他恨 他恨自己的能力不足 他恨自己不能保护他 相反 却要他以这种极端的方法来救自己 在这几天 叶好玄身上的杀意 始终没有消散过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迫切地 想杀过一个人 即使是村政家族在华夏捣乱 即使是永生 用永恒之水害自己身边的人 叶好玄也从来没有恨过 他把云中雾兰列入了必杀的名单 一是因为他太偏执 整个人已经入魔 二是因为他逼得自己的女人 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伤害自己 从李延新拿起刀子 向自己捅的那一刻起 叶好玄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女人 自己要保护他 不让他受到一丝伤害 在这三天内 叶好玄始终在琢磨着 如何去把云中雾兰 这个心腹大患给除去 留着他在世上 那迟早要出事了 云中雾兰是华夏最强的人没错 但是他已经入魔 他就是魔呀 对于魔头来说 最好的方法就是斩杀掉他 让他连渣都不留下 你该去休息休息了 陈若曦微微一叹 叶好玄从醒来以后就守在这盐病房 他始终没有离开过 我没事 叶好玄微微地摇摇头 浩然真气有自行修复创伤的能力 不管是睡事做事走事动 他都能自行地运转 这三天来他自己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叶欣怎么样了 陈若曦问 应该没事了 只是 不看着他醒过来 我放不下心 叶好玄摇摇头道 既然没事就不要守着了 我在这里照顾他就行了 你得去特勤局的总部一下 一大堆的人现在要见你 陈若曦道 他醒了之前 我谁也不见 叶好玄摇摇头道 陈若曦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叶好玄是个偏执的人 他也清楚 通过这件事情 恐怕叶好玄的心里又要多装下李延欣一个人了 又过了一天 李延欣终于悠悠地转醒 入眼便是叶好玄那几天不眠不休 头发蓬乱的样子 叶好玄 我怎么感觉 你现在的形象 活像是野兽一样 李延欣虚弱地笑了笑 看到这个女人终于能睁开眼 和他开玩笑了 叶好玄这才松了一口气 他微微一笑道 男人身体里都有兽性的 这很奇怪吗 李延欣扑持一笑 然后他伸出手去 抚摸着叶好玄的脸庞 他喃喃地说 只要你没事就好 我没事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 我要你这辈子欠我 我要你记得我 李延欣认真地说 我记得你 这便你的命都重要 叶好玄苦笑的 重要 比我的命重要 李延欣定定地看着他 因为 这个世上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让我动心了 可惜 你不属于我 我属于你 叶好玄认真地说 神圣吧 我没有那么大度 和别的女人 一起分享你 李延欣不屑地说 你也没有那资格 让我不计一切地跟着你 叶好玄苦笑 他掀起了李延欣的小腹 只见他小腹上的伤口 已经结交 由于这几天想得太多 叶好玄甚至忘记了 用药 将他小腹和伤口的伤给除去 我帮你把伤疤除了吧 叶好玄抚摸着他的小腹说 不用了 李延欣摇摇头道 留着吧 因为 这是我为一个人付出的象征 到老的时候 我不会遗憾 尽管 我没有和最爱的男人在一起 但是我为他付出过 女人就是这样啊 她喜欢一个人 可能不一定会和你在一起 但是她会问你付出 毫无私心地付出 好好休息一下 我得去办一件事情 叶好玄站起来 在她的额头上一吻 李延欣没有反抗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吻自己 或许也是最后一次 因为这个男人不属于她 你是想对付我师父 你是想对付我师父 李延欣道 她现在已经不是你师父了 她已经入魔了 叶好玄摇摇头 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 李延欣固执地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叛她 但愿你说的话不是危言耸听 答应我 如果她悔悟 请留她一命 如果她悔悟 我会留她一命 但是我怕她回不了头 她偏执地认为 这个世上有长生的存在 她已经陷入了一个魔障之中 我知道 李延欣的情绪有些低落 她微微地闭上双眼道 我有些累了 那就休息一下 我晚上回来看你 叶好玄点点头 她转身离开 特勤三局的总部 叶好玄见到了龙伯 龙伯脸上的表情 露出了一种少有的严肃 在一间秘密的会议室中 坐着一行人 而这些人都是大有来头的 有玄机青莲居士 龙虎山的张士禀 还有两名是叶好玄不认识的人 但看他们的身形 稳弱和跃 周身四处是 宝光引线的样子 就可以断定出来 这绝对不是普通人 这两人都是世外的高人 一名道家打扮的是 武当山的清虚真人 而另外一名鹤发童颜的 则是东北有名的大师 罗万世 叶好玄就把这整个事件 给全盘说出 关于原始森林 孤风中遇到的应龙 关于云中 云中雾兰追求长生的意图 以及 他这次清源之行遇到的 不死修罗 啊 你的意思是 云中雾兰追求的长生 其实是一个阴谋 一旦天机所打开 女拔显示 借时将发动上骨的血迹 强行破开孤风 救出应龙 听了叶好轩的叙述 龙伯组织了一下语言道 不错 根据我遇到的 种种事情的推测 事情是会这样发展下去 叶好轩点点头道 听起来 有些匪夷所思啊 玄机摇摇头道 的确匪夷所思 青莲居士看了叶好轩一眼道 不过长生之说 确实不存在的 云中雾兰此举 确实是入魔了 叶好轩不语啊 他现在只能听眼前这几位 能做出什么评价了 眼前的这几位 是华夏排名前五的高人 这一次的事情 惊动了整个启门江湖 如果云中真的陷入 自己的心魔中不能自拔 那不管他什么身份 不管他有多么大的实力 整个启门江湖都要联手将他出去 你有证据吗 罗万事沉吟道 修罗未证 叶好轩取下背后复制的三尺修罗 重重地在地上一顿 这修罗本身就是一杆利器 加上这不死修罗生前是征战四方 随应龙斩进了八荒的妖魔 所以他身上的煞气是非常强大的 这可以说呀 这是一把凶兵啊 这种凶兵问世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 室内的异形人吓了一跳啊 纷纷地跳起来全神戒备的 关注着这插在地上的修罗 这杆凶兵的气息 让他们的后心不约而同地 涌出了一丝冷气 他的气息太可怕了 不用证据了 这绝世凶物就是很好的证据 推一万步说 叶食主说的话就算是有物 但是云中五蓝心魔太重 已经养成了魔性 刘不得 清须道长沉吟道 那投票表决吧 龙伯站了起来 龙伯明命上是特勤局的一把手 但是但凡在这种大事情上 这几位人是必须要到场表决的 而他们几个人代表着 华夏神秘势力的巅峰 关于讨伐云中五蓝的提议 同意的请举手 龙伯说着率先举起了手 我赞同 玄机举起手 我也赞同 清须道长同样举起了手 六人全部同意这个方案 这云中五蓝的实力很强啊 他拥有着一身强横的玄术 如果他的心魔未灭 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云中五蓝的一身玄术得天独厚啊 他自身又是身居不死菩提之身 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够与他抗衡呢 玄机道 普天之下 恐怕没有人能够与他抗衡 就算是我们一拥而上 也只能是惨圣 一身姓黄道袍的张士兵道 玄机道友 你们天机门传承的六绝杀阵 现在还有阵图传下来吗 清须突然问道 六绝杀阵 玄机的神色变了变 他思索了一下道 阵图是有的 这是玄机门最强的多人杀阵 当然不可能没有 那就好办了 不下杀阵 要他前来便是 罗万世说 这 这种阵法 我天机门传承数千年 也只用过两次呀 因为有为天河 杀戮气息太重 主阵者 恐怕会抵抗不住啊 玄机犹豫了一下道 我们现在是一杀只杀 运中雾兰绝对不能留 叶浩轩斩钉截铁地说 我想知道 主阵者如果抵抗不住 会有什么后果 哎 如果抵抗不住 将会消灭于六绝杀阵之中 轮回尽端 玄机叹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